炎炎夏日來杯手搖飲 解渴又消暑 只是含糖飲料香甜 醫師試鏡小朋友喝多了 換來的不只肥胖 可能還有性早熟 一天喝到三杯 共七百二十CC的含糖飲料 男童恐怕提早半年變身 女童出金來潮的時間也會提前 甚至可能少漲三到五公分的身高 隱形殺手碳酸飲料喝的人 同樣不在少數 經濟部統計二零二一年 賣超過兩千萬公升 到了去年突破三千萬 銷售量年增五成二 而臺北醫學大學 與中醫院院團隊研究 更發現別喝含糖飲料 喝他更健康 最好的一個替代的飲品 其實就會是像是優酪乳牛奶 就也會是現在小孩成長 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的飲料 研究說明天天喝兩杯優酪乳 因為含有益生菌 可以避免性早熟 優酪乳或者是益生菌 能不能就是減緩性早熟 目前還是未定論 應該是說假如相對比起喝飲料的人 天然飲品的人 他會比較少這個性早熟的發生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糖分攝取 每天五十克就好 而代謝科醫師認為 對比含糖飲料 含糖優酪乳 反倒是白開水更健康 進行為乾美行猜 如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